到今天也是到八萬出頭 這樣的一個數目大概維持在八九萬之間 也維持了十二天 但這裡面北部是降的 南部是稍微深的 所以整體的數目沒有變化 國內二十九號新增七萬六千五百三十九人確診 除了確診數北降男生 其中新北市一萬四千八百四十八例最多 高雄市九千五百六十三例次之 而醫療量能負擔也有這樣的趨勢 不過指揮中心也表示 北部疫情也可以被視為緩降 雖然整體的住院數仍在攀升 但雙北人呈現持平狀況 雖然二十九號沒有新增兒童死亡個案 但新增兩名兒童重症腦炎病例 所幸病童都已經把管 狀況也持續好轉 累積到現在總共有二十二位 這個兒童的重症個案 今天是新增兩位 那其中十一位是腦炎的個案 那這腦炎的個案當中 除了說有五位是不幸死亡的個案之外 另外六位的這個腦炎個案當中 有五位都已經是有順利的 把管移除呼吸器 冰況又好轉 另外一位 雖然仍使用呼吸器 但肝腎功能及意識狀況都在改善中 而在確診人數不斷累積下 指揮中心也將在三十號 在數位新冠病毒健康證明系統中 新增確診者指定處所隔離通知書 的民眾就可以申請 月市新聞Gilliam Divuluan 台北市採訪報導 玉莎 排水 歐洲 雙莎 這次錄裏